大家好,非常感谢你们在这期间的持续关注和支持 那么在这今秋9月来临之际 我想大家汇报当下华强北手机数码的大致行情动态 目前话题最热的是苹果秋季发布会即将推出的新款旗舰手机 虽然无法确定是以12S还是以13来命名 但据说会推出四款机型 一款迷你,一款基本,两款Poro 发售价格去年一致 Poro可能取消了256内存,但增加了1TB的 从128直接跨到了512的配置 让很多网友都表示无法理解 这感觉,由于煮泡面的时候一包不够吃 两包又吃不完的尴尬 配置方面,升级可以参考屏幕上的信息 120赫兹刷新的屏幕 虽然其他品牌早有配置 但我认为苹果的嚼嚼肯定会带来前所未有的新体验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从暑假期间发布的各种机型 再到马上开售的13 击踵而来的新款产品 也让华强北的全新批发市场应接不暇 越方忙碌 在已发售的新款机型中 华为P50备受注目 因为它是华为第一款出厂四代鸿门系统的手机 大家都很期待 但同时它较高的售价 却搭载了一颗4G的芯片 也受到很多用户的争议 所以它整体的产品力 并没有去年的Mate 40那么优秀 也未出现像Mate 40一击难求 或者加价购买的情况 目前P50的市场现货充足 拿货价格以后官网售价相当 反而Mate 40 PORO在P50发售之前又涨价了一波 同等8加560的配置 老款Mate 40 PORO要比刚发售的P50 PORO贵一千多 新款的4G终究还是抵不过老款的5G 但这种情况呢 华强北炒货商家也是早有预料 早在P50发售前就有人开始囤积Mate 40 PORO 等待价格上涨除此之外 12PORO系列的256机型 他们也在考虑腾货中 据说是因为13PORO系列没有256的内存 而512的要比128贵很多 所以老款12PORO256内存 在新款发售之后可能会需求增大 从而反弹 就目前来看 12PORO全系列的新机价格在持续下调 我很好奇 那些炒货商家会在何时抄底呢 难道256真的会反弹吗 在这里我想问大家 在128不够用的情况下 按照目前的价格 12PORO256 8100和13PORO512 10499 你们会如何选择呢 当然在13发售的前夕呢 受到波动的不只是全新机还有二手 飞扬市场是全国最大的海外苹果产品 批发市场 此时里面的一些商家也是内心波澜 任何风吹炒动都引起他们敏锐的神经 来货的报价呢和市场销量成为他们心中摇摆不定的衬托 出价低了怕来不到货 出价高了又怕担心市场销量下滑导致无奈降价 其中卖有所及的商家更是因为不确定13发布后 是否会导致黑界封锁的问题又多了一份焦虑 不过里面也有不少商家是持有看好态度的 他们认为虽然13的发布会影响到市场行情 但只要源头没有来大货就不会出现较大的波动 毕竟目前市场的需求还是较大的 甚至已经有一些炒火商家 因为看好行情所以合力承包了12 Pro系列的大内存资源机 虽然无法判断他们这种操作是否正确 但就参考目前12 Pro Max 256资源机的价格 每版6600国航期前二层次如新 充电各位而且还可以进行参保 这个价倍就算是等13发售后还是很具有性价比的 更不用说只贵两三百的普遥二内存了 当然了资源机在二手iPhone中属于独特的存在 行情虽然受大趋势影响但也较为独立 能代表大趋势的还得看常规的二手机 目前常规二手机每版无锁12系列掉价趋势较大 在同等橙色配置的情况下 出现市场老板高低不一的报价也是掉价前的征兆 每版无锁11 Pro系列在前段时间已经掉价一波 现在行情稳定 比较热销的11 Pro Max 256亮机 目前行情是4700 我想等到13发布后可能会降到4500以内 但有些朋友想在年底4000内入手 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 因为越到年底销量越大 市场价格也越稳定 每版XS和X系列由于是前两年的产品 该掉的也掉的差不多了 所以年前也不会再有假大的波动 不过XS Max亮机目前64 2600 256 3100的行情 应该还是有些虚位 可能会下降一点 好了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你们的持续关注 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私信我们 拜拜